凤凰美洲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瓶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美洲快讯 我是Vicky陆景仪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 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 30号推出大西洋决心行动 帮助北约盟军增强防御能力 应对欧洲目前面临的安全局势 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将修改宪法解释 来写进集体自卫权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30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美方的支持立场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继续留意 晚上直播的凤凰美洲新闻 在国航响云 地球公转 我的节奏自转 享受云端 自在国航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又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 除了戒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30号 在白宫宣布 他将绕过国会 直接签署总统行政令 迅速推进移民改革 今年上半年 大批中美洲儿童 穿越墨西哥边境 非法入境美国 人数不断激增 导致美国南部边境 出现安全危机 奥巴马说 众议院共和党人 未能通过移民法案 不利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 他还向国会提交了一封信 要求立法者们 与他一起合作 提供资金 来应对南部边境危机 到目前为止 美国当局估计 有6至8万名孩子 在没有父母的陪同的情况下 向美国边境大量涌来 白宫称之为紧急的人道主义危机 再来看经济方面的消息 美国洛杉矶市 从7月开始 将会扩大塑胶带禁令的实施范围 像是一些小型的零售商店 也不能再使用塑胶带 顾客虽然能向店家索取纸带 不过每个纸带要10美分 洛杉矶市议会 在去年6月通过法案 在当地禁止使用塑胶带 这项禁令在洛杉矶市 其实已经实施了超过半年 许多大型连锁超市 早已遵循这项规定 不过从7月1日起 这个禁令的实施范围 将被扩展到一些小的零售店 如果零售店拒绝执行这项禁令 那么依法第一次违规 最高被罚款100美元 第二次违法 最高会被罚款200美元 第三次违法 最高会被罚款500美元 再来看健康方面的消息 科学家们希望通过 对人体肠道细胞的再培育 来产生胰岛素 从而用于一型糖尿病的治疗 一型糖尿病是由于 患者自身免疫系统破坏 产生胰岛素的细胞而引起的 因此患者必须注射胰岛素治疗 目前世界上对此病没有治愈方法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近日表示 他们的一项研究 有望用于不涉及干细胞的 一型糖尿病的新治疗方法 而这项新的研究发现 现在医疗人员可以通过 关闭患者肠道中的一种基因 来创造可以产生天然胰岛素的细胞 该研究的作者阿其利博士表示 目前该研究还需要 18到24个月的临床实验 来判断治疗效果 好了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吹风费 超快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alk BB呢 我刚从Brizen换成iTalk BB了 怎么样 说过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毛9起 iTalk BB直播全球和全美 只需4块9毛9起 座机手机均可拨打 快打热线 1877-482-5522 查询优惠详情 好消息 请选择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多伦多至上海直飞航班 我们携手Sky Team 为您打造国际之旅 每逢周三周五周日出发 空中客车A340 带您去往178个国家 我们为您和您的家人 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 请选择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2014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动力输出 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租赁2014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福特庆祝福 车经销商 欢迎回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来自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纽约州州长科默近日公布了 州政府最新的防治艾滋病计划 希望在2020年前 将纽约州每年的新增病例 从3000例降至750例 根据州政府数据 纽约州目前约有154000人感染艾滋病毒 当中有22000人不知道自己被感染 根据计划 州政府将与多间机构展开合作 一方面加大识别与追踪艾滋病患的力度 确保艾滋病患者接受治疗 另一方面对高危感染人群提供保护 避免新增感染 数据显示 纽约州每年新增的艾滋病例 从1993年的14000例下降至如今的每年3000例 研究人员称 这项计划有望在2020年 为州政府节省3.17亿美元的医疗开销 避免3400例新增感染 美国科罗拉多州近日发生空难事故 一架单引擎飞机在穿越丹佛市以西55英里 一处峡谷的滑雪度假村时 坠毁起火 击上一对夫妇和他们6岁的儿子全部遇难 坠基地点靠近拉夫兰滑雪地区的升降梯 所幸为撞上或者是损毁缆车 但引发小型火情并迅速被控制 飞机失事时的具体飞行状态上不清楚 分析称飞行员沿着70号公路飞行 认为可以这样子轻松地飞过群山 但是当他发现深陷不够翻过山脉时 已经为时已晚 目前调查员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正在海拔3353米的坠基地点进行调查 最后来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在加拿大国庆假日之后 从7月2号开始 无论是新客户还是现有客户 加拿大的金融机构将要求所有人 在开设新账户时回答自己的出生地在哪里 甚至可能包括父母的出生地 今年2月5号 加拿大和美国就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 签署了政府间协议 由于这一法案已于2014年7月1号生效 从7月2号开始 加拿大的银行将正式向美国国税局提供一些信息 对于拒绝提供出生地信息的人 银行可以拒绝为他们开立账户 据估计约有100万美国公民定居加拿大 其中有许多人知道自己双重国籍所附带的纳税义务 但是有些人对此并不清楚 好了又到了距今华尔街的时间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温荣王 为您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距今华尔街 我们都知道本周是一个比较短的周 因为本周五是美国的独立日 也就是美国的国庆节 因此在本周五将会休市 而因为周五休市的缘故 将在本周五公布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 比如说非农就业和失业率的这样一个数据 将会提前到本周四的公布 而在最近的这几个交易日当中 股指表现也是略微平淡 因为市场都是等待着这样一个重要日子的到来 因此在本周的前几个交易日 股指的表现很有可能会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平淡的走势 在本周一美股的主要估值是涨跌忽现 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是一枝独秀 是出现了一个逆势上涨的这样一个势头 究其原因主要是纳斯达克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板块 也是表现相对活跃 比如说权重股当中的苹果谷歌 因为他们在最近是在酝酿推出新的可穿戴设备 引起了市场的这样一个关注 而在之前一度沉寂的3D打印机 也最近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的一个热点 是连续多个交易日上涨 尤为让市场注意的是最近中国的这样一些网络股 尤其是电商板块的一些个股 也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上涨 成为了市场的关注的这样一个热点 我们也知道在今年的8月初 中国最大的电商公司阿里巴巴 很有可能会在纽交所上市 目前的代码也已经公布是BABA 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的IPO的这样一个事件 市场也是对这样一个事件尤为关注 因此在阿里巴巴上市之前 市场对于这样一些中国的电商股表现 也是保持了这样一个高度的热情 而受此这样一个提振 在最近进行IPO的这样一些中国的网络公司 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追捧 在这本周一 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网络股当中 涨是比较让我们瞩目的 比如说有中国的在线旅游服务公司易龙 而与他同行的去哪儿和先生表现也是颇为不俗 主要是受到了这样一个市场 对于他们还有可能会在这个行业内出现一系列 并购整合的这样一个预期 我们也知道在中国 BAT 百度 阿里 腾讯三巨头 是纷纷的跑马圈地 因此将这些较小的这样一些网络公司 看作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并购对象 这一情绪也是传到了美国市场 在此之前 邪成就已经是受到了 获得了腾讯的这样一个入股 因此市场也是预期 易龙也还有可能会获得其他投资者的这样一个青睐 因此易龙在本周一大幅上升21%也是不足为奇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 在最近新上市的这样一些公司 也是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热度 比如说运动摄像机厂商GoPro 在上市之后是从28.65美元一口气 冲到了40美元上方 可以说市场对于这样一家 小型的运动摄像器材 也就是说它具有一定的可穿戴设备的概念 这样一个个股也是保持着一个高度的热情 下面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 3D打印机公司的这样一个 持续的这样一个反弹 我们也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 著名的做空公司湘元 是表达了对3D打印机公司的 比较悲观的这样一个观点 而《班伦周刊》也是一度对于3D打印机公司 表现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观点 而在最近他们也是表现出了 意识反弹的这样一个势头 主要是也是有一定利空出镜的迹象 最后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社交网络公司 在上一月我们也知道 著名的微博公司Twitter 是将它的COO是炒掉了 只有其原因主要是他们 他的工作并没有让Twitter满意 而Twitter在上市之后 也一度因为业绩不佳 是遭到了市场的这样一个打压 而在最近Twitter也是做了多种的这样一个努力 试图挽回投资者的信息 而在今天的盘前 Twitter也是推出了多个新的功能 比如说他们推出了移动应用 下载和购买的一个功能 是效仿了Facebook 另外他们还是在测试一个网页购买的功能 是与微博也是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Twitter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 是再度的挽回投资者的信息 而在今天盘前 微博也是同样的推出了一个微博网页购买的这样一个功能 可以说中美的这样一个微博类的公司 也都是试图在业绩上进一步的提振投资者的信息 我们今天主要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美洲快讯的全部内容了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您留意晚上直播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陆景以Vicky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